欢迎来到我们的澳洲简报节目 今天我们有一些令人着迷的新闻要分享给大家 首先 我们要谈谈南极洲的冰川融化问题 这可不是小事 因为这可能导致海平面上升 影响到全球各地的人们 想象一下 如果你家附近的海滩 突然变成了你客厅的一部分 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太科幻了 但科学家们说 这种情况可能不再是电影里的情节了 接下来我们飞到德国 看看他们的汽车行业怎么了 德国人对他们的汽车可是相当自好 但现在他们在向电动汽车转型的道路上 遇到一些小麻烦 价格政策 闪格政策 还有中国竞争对手的威胁 这些都让德国的汽车制造商头疼不已 而我们在澳大利亚 也许应该开始关注一下 毕竟我们也是这个全球汽车市场的一部分 对吧 最后我们来聊聊韩国新任驻澳大利亚大使的故事 这位大使先生似乎有点麻烦 因为他被指控试图逃避一项腐败调查 这不仅仅是个人的问题 还影响到了韩国执政党的支持 而且这还给澳大利亚带来了一些外交上的尴尬 毕竟没有人喜欢他们的宾客带着麻烦上门 不是吧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闻概述 听起来是不是挺激动人心的 如果你对这顾上谁用它 如果你对这些故事感兴趣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我们很快就回来 不见不散 南极州需要更多关注经济学人 据经济学人报道 南极州的冰乳化正在引发一场大乳化 这可能对地球其他地区产生重大影响 南极州的冰盖含有足够的水益 可以使海平面上升60米 但直到最近 科学家们认为冰体崩溃需要几个世纪的时间 然而现在一场制度转变正在激行中 冰体的部分正在向海洋滑动 导致海平面上升 将影响澳大利亚大洋洲和北美洲 德国汽车行业的存在危机 德国民进周刊 德国向电动汽车EV的转型 面临着重大挑战 这些挑战阻碍了该国实现气候目标的进展 缺乏价格合理的EV选择 不断上涨的租赁费用 以及政府政策不足 都导致了德国EV的普及进展缓慢 慈善组织Curidus在寻找价格合理的EV时 遇到了困难 并不得不在一些地区转回燃油发动机 与此同时 德国主要汽车制造商正努力生产价格合理的EV 并且预计最早要到2026年才会推出更便宜的车型 缺乏价格合理的EV选择和政府政策引发的困惑 导致德国汽车买家的不满情绪增加 他们越来越倾向于考虑中国品牌 中国的EV制造商Rubia DBYD 正在德国和欧洲获得市场份额 对德国汽车制造商构成威胁 这种情况对德国汽车行业尤为令人担忧 该行业占据了78万个就业党位 并投资了数十亿欧元用于研发 EV转型进展缓慢 以及市场份额流失给中国竞争对手 可能对德国产生重大的经济后果 最终德国需要克服这些挑战 加快抢EV的转型 以在全球汽车行业中保持竞争力 并实现其气候目标 韩国新任驻澳大利亚大使对执政党来说是一大困扰 外交官 韩国新任驻澳大利亚大使李中谢被指控逃离该国 试图逃避一项腐败调查 呆调查与一起涉嫌掩盖军队疏护案有关 案件中一名海军在搜救行动中溺亡 呆事件发生在2023年涉及滥用职权和干涉司法程序的指控 李中谢被任命为驻澳大利亚大使 引发了公众的强烈抗议 坎培拉举行了抗议活动 并要求他返回韩国 这一丑闻也影响了执政的国民力量党 在即将到来的四月大选中的支持率 比特朗普更糟糕多元文化领导人对移民提案感到震惊 悉尼先驱城报 伊朗伊澳大利亚社区对阿尔巴尼亚政府提出的移民改革计划感到担忧 这可能会阻止他们的亲属和朋友进入该国 根据这些改革计划 移民部长将有权禁止来自某些国家的外国人进入澳大利亚 即使是作为旅游者 如果他们的祖国拒绝接收被拒绝接收被拒绝庇护的人回国 伊朗很可能成为被针对的国家之一 社区对这些提议表示痛惜和失望 他们认为这些提议比前美国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禁止穆斯林多数国家公民入境美国的行政命令更加严厉 问答詹姆斯泰勒谈论他在2024年美国巡演 新音乐可能性和他的遗产 美联社美国歌手兼词曲创作人詹姆斯泰勒 将与他的全明星乐队一同展开巡演 现年76岁的泰勒将在五个月内的24个城市进行31场演出 巡演将于5月开始 这是他自2022年9月以来的首次巡演 泰勒表示他已经学会在旅途中照顾自己的健康 因为他曾经有几次精疲力尽 这位歌手还计划在他的家乡马萨诸塞州的坦格尔伍德场地 举办一场独唱音乐会 这是他首次在那里演出的50年后 据报道 泰勒的妻子今在一名工作人员用卡车所换了草坪后 挽救了他在该场地的声誉 泰勒表示他专注于自己的艺术创作 不担心自己在流行文化中的地位 这位歌手还表示他希望人们能从他的现场演出中获得一种联系的感觉 这些亚利桑那州选民在美墨边境看到的 全国政治家们却看不到 西安南在诺加莱斯步行人行道附近的大卫西部服装店 手工制作的靴子在美墨边境两侧的顾客中已经流行了44年 大卫摩尔表示 在新冠疫情边境封锁之前 约99%的顾客来自墨西哥 现在约为70% 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过境变得更加困难 摩尔在店里接受采访时告诉我们 等待时间就像我说的那样简直荒命 澳大利亚竭尽全力拯救野外仅存的几只乌尔蜥蜴 雅虎澳大利亚的草原乌尔龙刚从蛋壳中孵化出来时 不比小指头大 但这只小蜥蜴在未来的几年面临着巨大的生存挑战 避免灭绝 就在2019年 堪培拉的科学家们在野外数到了数百只草原乌尔龙 而今年他们只找到了11只 在该国的其他地区 这种蜥蜴已经30年没有被发现了 纳尔伦德拉莫迪的秘密武器印度的乔林 经济学人印度政党的海外分支正在积极动员支持 为4月份的大选做准备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印度裔人口达到1800万人 而且非常成功 各政党都渴望争取他们的财政和竞选支持 执政的人民党 比JT在利用印度裔支持方面特别擅长 然而印度裔在选举结果上不太可能产生重大影响 因为大多数居住在国外的印度人不参加印度选举 尽管如此 他们在资金竞选和传播印度影响力方面的影响仍然存在 印度裔长期以来一直参与印度政治 许多反殖民运动的领导人曾在英国等国家留学 印度裔在资金和竞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各政党积极争取印度侨民的支持 人民党在吸引印度裔方面取得了特别成功 印度总理纳文·德拉 莫迪本人曾因涉嫌参与致命的宗教冲突而被禁止入境美国 如今人民党在海外的活动和动员印度裔的能力 与其在国内的选举机器一样高效 国大党与印度裔的接触努力未能取得成功 党领导人拉呼尔甘地专注于强调社会问题和批评莫迪 这使大多数海外印度人感到失望 哪个国家将是最后一个摆脱通货横胀的国家 经济学人根据经济学人的数据 富裕国家的通胀仍然是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 一月份的物价同比上产恶物 7%当对他们对通胀巩固的衡量标准 包括核心通胀单位劳动力成本 通胀分散度 通胀预期和谷歌搜索行为等指标 该杂志对10个富裕国家进行了排名 澳大利亚位居榜首 其次是英国和加拿大 与欧盟和亚洲国家相比 英语国家需要更长时间才能看到通胀消退 可能且是这种差异的因素 包括疫情期间的财政刺激移民 以及通胀的历史经验 美国在排名中位居降低 对高通胀的担当仍然存在 你的婚姻能在传难中幸存吗 经济学人索菲·埃尔姆赫斯特的 舒莫里斯和马拉林 讲述了马拉林 讲述了马拉林 贝利的真实故事 他们在1973年的太平洋上的一次船只 撞上了一只抹香精后 幸存了四个月 这对夫妇靠着鱼水海龟鸟和鲨鱼为生 最终被一艘韩国捕鱼船救起 这本书探讨了他们的爱情故事 以及他们在传难后面临的挑战 包括衰老和疾病 最终莫里斯宣称他的生活 是因为他所经历的爱而取得的胜利 这本书被描述为一个真实的故事 既不多愁善感又节奏紧凑 帮助亿万富翁逃离世界末日的高预算地铺 以及你可以购买什么 英国每日电讯 专门建造私人防空洞的公司 目前需求激增 业内人士称核攻击全球大流行币 社会动荡和气候变化是增长背后的主要原因 总部位于弗吉尼亚州的西凤斯创始人 阿尔科比为富裕客户建造和装备设施 平均项目成本为100万美元 科比表示该公司只有几次启动设施的经历 但从未有客户受伤 该行业的其他公司 包括英国合避难所和美国公司 Rising X 和美国公司Rising S型 被羞辱的足球主席路易斯 卢比亚来斯 因亲吻门丑闻面临两年半监禁的可能 英国每日电讯 西班牙检察官要求对前足球主管路易斯 卢比亚来斯判处两年半监禁 原因是他迫不及待地吻了一名女球员的嘴唇 违背了他的意愿 卢比亚来斯被指控性侵和胁迫 还被要求向西班牙中场球员詹尼·埃尔莫索 支付5万欧元的赔偿金 卢比亚来斯在这起事件后被国际足联暂停 据称他对埃尔莫索施加压力 要求他公开证明这次吻是自怨的 另外还有三名前同事因涉嫌对埃尔莫索施加压力而接受审判 我们预料到会有一场争吵 纽英顿老男孩们在会校决定后相聚 悉尼仙区晨报 近一千名前兴顿学院学生与周桑晚上聚集在一起 就对学校校长理事会和老男孩联盟董事会的不信任动议进行投票 因为关于该学校转为男女和校的争议日益加剧 今年二月该学校校友中的一个分裂派别 迫使老星队人联盟 够电与召开特别会员大会 试图采取一切可行措施来扭转这所有160年历史的私立学校招收女生的决定 纽约市的路边电动车充电器非常受欢迎 但经常被堵住 在纽约市的一个试点计划中 对路边电动汽车EV充电器的需求超出了预期 该试点计划于2020年启动 如果成功可能会延长一年 并进行扩大 该计划最初预计将于7月结束 该市共设有100个充电器 2024年的平均利用率为72% 该试点计划旨在通过提供更便宜的选择 鼓励市民采用电动汽车 特别是那些依赖街边停车的车库估尔 然而实施仅限电动汽车充电的停车规定正明是困难的 去年违规停车发出了超过2000张罚单 根据康飞电力公司和纽约市的一项研究 该市需要到2050年支持150万辆电动汽车 以实现零排放目标 养老基金将在能源转型中购买更多基础设施 腾博社根据IM投资者的一份报告 全球养老基金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明显不足 因增加投资以推动增长并支持全球能源转型 报告发现全球私人部门养老金需要将其对基础设施的投资 从2%增加到目标的5% 而澳大利亚的养老金则需要将其投资从7%增加到目标的10% 报告还指出 基础设施正在作为独立的资产类别发展 并应被视为与传统资产类别同等重要的投资组合 通勤回来了 但不再是我们所熟悉的那样 金融时报世界各地的城市的通勤模式 正在逐渐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 金融时报对10个主要城市的出行模式进行的分析发现 自2020年和2021年的封锁措施导致急剧下降以来 通勤已经恢复使用法 然而下降的程度以及恢复的速度和范围因成本和旅程程度 家庭可用空间企业文化和国家特点等因素而已 分析还发现人们通勤的方式发生了变化 一些工员选择更长但不太频繁的通勤 或者更短的通勤进入市中心 通勤的恢复也因企业和国家文化等因素而已 例如在英国需要更多的压力来说服员工通勤到伦敦 而在韩国强烈的集体主义文化导致更多的工员返回办公室工作 澳大利亚缩得了利昂的蓝开夏比赛时间 这对哈特利来说是个好消息 英国每日电讯 澳大利亚板球协会限制了球员内森莱昂的可用心 他已经与蓝开夏郡签约参加2024赛季的所有比赛 莱昂现在只能在蓝开夏郡的前9场锦标赛比赛中参加7场比赛 然后回国不参加任何白球比赛 这一举措让年轻的旋转手汤姆哈特利 有机会参加今年夏天的锦标赛比赛 莱昂期待与哈特利合作 必相信哈特利合作提供的东西 澳大利亚大奖赛后独立报的一级方程式排名 英国独立报 在本赛季的前两场比赛中获胜了马克思维斯塔潘 在澳大利亚大奖赛的第四圈因右后刹车问题被迫退赛 最近接受腹部手术的塔洛斯·塞恩斯利用维斯塔潘的退赛 带领法拉利车队取得了一二名的成绩 梅塞德斯车队也面临困难 刘易斯·汉密尔对因动力单元问题退赛 乔治·拉塞尔在倒数第二圈发生撞车事故 导致车队五年来首次出现双重退赛 根据最近的表现和赛季出的预期 《独立报》提供了二十名车手的修订动力排名 尽管退赛马克思维斯塔潘仍然排名第一 因为他仍然领先世界冠军 塔洛斯·塞恩斯在获胜后升至第二名 而查尔斯·勒克莱尔仍然排名第三 排名也反映了刘易斯·汉密尔顿和丹尼尔里卡多的令人失望表现 他们分别下降到第13名和第17名 除了捷鲤率 目标是增加NCG测试赛的观众人数 悉尼先驱城堡 澳大利亚板球协会系列和墨尔本板球场 CG正在共同努力增加全季节测试赛的观众人数 尽管去年夏天澳大利亚和巴基斯坦之间的测试赛 首日有62、167名观众 但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观众人数显著下降 西亚首席执行官尼克·霍克利表示 他们希望在测试赛中营造一个节日氛围 并将与宁希基合作 确保该活动在全季节之后得到良好的支持 西亚及其州级协会所有者将很快宣布一个为期六年的测试赛分开计划 俄罗斯最新的世界统治行动是成立一个金砖国家粮食交易所 南华早报俄罗斯正在寻求建立一个金砖国家股交易所 这一举措得到了弗拉基米尔土经总统的支持 旨在与西方主导的股物定价体系竞争 定挑战美元作为世界主要贸易货币的地位 如果成功 金砖国家股物交易所将汇集世界上一些最大的股物买家和出口商 它将加强俄罗斯作为重要股物和肥料供应国的角色 增强参与国对俄罗斯的经济依赖性并维持俄罗斯的经济和外交影响力 谢谢您的收看 盛名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悉性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w放 康明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简报